这节课咱们就一起来做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小例子 咱们要用这个TensorFlow实现一个非常基础的这样一个剧列到剧列的一个网络模型 首先先来说一下咱们的一个任务吧 这回我拿到了一个数据 先给大家来看一下 我这个数据里 然后这个看起来不太舒服 那我一会儿用那个Notebook给大家演示吧 在这里就是说 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是 比如说我现在输了一个单词 那这个单词比如说我输入了一个Hello 然后正常它是不是按照咱们一个拼写顺序输件了 然后我想要的目标就是说输出的一个结果 就是咱们想要最终的一个简码端的一个结果是 这个单词就按照它的一个字典顺序给咱们进行了一个排序 比如说现在输了一个H-E-L-L-O 然后经过咱们的编码和简码之后 咱们的最终结果就是一个E-H-L-L-O 就是按字母顺序进行这样一个输出 然后咱们的整体的模型当中主要分成这样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说咱们有一个编码 有这样一个encoder的部分 一会咱们这些实现部分都是用Tunes Flow帮咱们去做的 然后还有一个隐层状态的一个向量 就是咱们这个结码和编码之间 有一个隐层连接的一个向量 这个向量也是要咱们进行一个求解的 最后就是一个decoder 咱们需要把这三部都给它设计好 那首先咱们就按照一个非常标准化的流程 来给大家一步一步演示一下 咱们该怎么样用Tunes Flow去做这样一个事情 首先需要大家的一个环境 就是大家最少你需要把我Tunes Flow装起来 然后现在当前的一个Tunes Flow版本是1.2 如果说你是去年装的 那去年可能还是0.12那个版本 需要大家再把Tunes Flow进行一个更新 比较简单就是说 如果说大家还没装Tunes Flow 咱们打开Anaconda ProMate 如果说你是Python 3.5 那安装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如果说是3.6 这个可能也是听大家说的 Tunes Flow在Python 3.6支持并不是太好 如果说你是Python 3.6 可能第一次装Tunes Flow有一些问题 咱们只需要打上这样一个命令 然后PIP-STAR Tunes Flow就可以了 因为我现在就是已经装上了 所以说他就会默认告诉我 这个已经装好了 到时候大家直接打开这个ProMate里边 先试一下咱们的一个PIP-STAR Tunes Flow 看看能不能安上 如果说能安上那就是最好了 如果说安不上 大家还可以进行一个下载安装 给大家来看一下 这块就是有一个Python的一个外部的包 我们可以直接下载 在这里咱们直接就是Ctrl-JF 然后搜一下Tunes Flow这个包 然后点进去 点进去之后我们可以看这里 我们就可以下这个Tunes Flow的一个 1.2版本 现在我估计大家应该都是一个V64 然后咱们点这个AMD64就可以 然后前面就是有一个CP35 下面是一个CP36 这个的意思就是如果说你是Python 3.5的 你就点上面的 Python 3.6就点下面的 我把这个链接给大家复制过来 在这里就是我就直接复制到这里了 到时候如果说大家就是用这个Promit 安装不上Tunes Flow可能出现一些问题 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先把我们的一个包 比如说这里我们来看 它是一个.whr文件吧 一个.whr文件就是我们可以直接用PIP进行安装的 比如说我想想我之前有一个在C盘里边 在这里我们来看 这里就是我直接下载好了一个就是Tunes Flow 1.2.0 然后CP35 因为我是一个Python 3.5的版本 这里它就是一个.whr文件吧 然后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直接执行这样一个PIP install 比如说你这个.whr文件下载到什么地方了 你就进到那个目录里 然后执行这样一下这个命令 这个命令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报错的 但是可能就是经常会缺少一个东西 叫做一个Protof的一个包 如果说你缺少这个包 比如说它提示了你安装的时候 它说你缺少3.3.0这个包 你也可以先把这个包我们来看 在Tunes Flow里前面就是这个Protof 3.3.0 你也可以先把它下载来 然后2就下2 3就下3 根据你Python这个版本 但是就是你下2是没用的 因为咱们这个Windows必须得是Python 3 才能去安装Tunes Flow Linux还有Mac应该就是没有这个需求 所以说当你安装的时候 如果说遇到一些问题 我们也可以先把Tunes Flow给它下下来 下咱们就先下CPU版本就可以了 咱们刻上这些内容 基本上一个CPU版本 已经能够满足大家的一个需求了 这个就是我们需要的一个环境 需要的环境还有一点要求 需要大家一个Tunes Flow 是一个1.1版本以上的 如果说是最近安装的 或者是前几个月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如果说你是零点几版本的 那个就需要你再更新一下Tunes Flow了 因为Tunes Flow在1版本之后 对它的RN文化进行了一个重组 很多的API都是进行了一个大量的迭代 就是很多名字 还有它之前载的位置都发生变化了 所以说为了避免 它就是为了避免出现一些版本上的问题 大家需要保证一点 就是Tunes Flow到底是1版本以上的 然后我们可以打印这样的东西 就是大家可以直接把代码复入过去 然后打印一下当前的一个Tunes Flow版本 就是能看到我们自己的一个安装Tunes Flow 当前的一个版本是等于什么了 现在我的一个版本是1.2.0 执行这个代码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然后这里呢 就是我们先把我们的一个所依赖的一个环境导进来 然后我就写了一个Assert Assert里面需要的就是我们是一个1版本以上的 这一点需要大家先自己进行一个更新就可以了